在一个家庭的罪,我们已经成为真实了 但它必须结束一样或另一样 欢迎收看游戏不止,我是乔一 这次给大家推荐一款神作 这是我今年玩到第二个让我记忆深刻的游戏 第一个就是之前给大家介绍的奥巴拉丁的回归 而它的名字也和奥巴拉丁的回归一样风格一致 名为爱迪芬奇的记忆 其实我在Steam上多次见了这款游戏的 但每次都止步于游戏商店页面那毫无亮点的封面 以及不知所云的宣传片 直到不少观众一直私信说 让我给大家讲一讲这款游戏 赖不住大家的热情,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一个短语总结游戏给我带来的体验 瓶颈而震撼 艺术,综合建筑,音乐,规划,雕塑,诗歌,文学和污打 之后将电影加入了艺术的行列 名为第八艺术 而无数的电子游戏前辈和工作者 将游戏推上了第九艺术的行列 我见过很多3A大作 他们带给我们刺激而有趣的游戏体验 我们也见过很多出自烂造 聘钱客金的列作 但能被称之为第九艺术的游戏 少之又少 因为能被关于这样投降的游戏 绝对是真正意义上的佳作 不但在游戏中给人心理上的感触 在游戏外也能带给玩家无尽的回味和思考 在我心中像风之旅人 上古卷轴5等佳作就是第九艺术 而这次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艾迪芬奇的记忆 也能称在第九艺术这一头衔 游戏的流程很短 如一部电影时长一样 刚好两个小时 游戏剧情讲述了一个华盛顿州名为芬奇的家族 出现了种种怪他 说实话 游戏的第一印象 画质有点糟糕 即使是最高画质 也不理想 略带阴暗的画风 让我一度感觉像是在玩生化游戏期 去一个诡异建筑探寻的恐怖游戏 但游戏的自白和平静的音乐 以及独特的字幕呈现方式 打下了我的疑虑 游戏的操作体验很不错 在主机上玩过迪特利变人的玩家就能明白 例如在打开盖子 旋转钥匙 翻书等 是需要你在鼠标进一动作上的配合移动 意思是有点带体感操作的反馈 而不单纯是我按个F什么的就完了 这样的设计加上了游戏的活动体验 随着我们跟随女主自白的介绍 我们开始逐渐了解 玩家扮演的是一名17岁的女孩 艾迪芬奇 而这个看起来多次违章搭建的诡异建筑 便是她童年生活的家 如今早已空无一人 她的家族成员因为某种诅咒 接连不幸去世 为了逃离这诅咒 艾迪被母亲带走离开了家 直到她成为最后一个家族成员 多年后会来探寻家族的秘密 由于芬奇家族的家很大 大部分家族成员都在里面生活过 随着诅咒一直笼罩整个家族 让家族成员总是意外死去 而每一个家族成员的去世 剩下的家人并将她曾经住过的房间封锁起来 那名去世的家族成员留下了遗物 和曾经在这个家生活的气息 疑故事 便被封存在了各自的房间中 甚至长达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涉足 为了给你流畅的体验整个故事 游戏基本不会存在失败重来的情况 而她携带的一个笔记本 在初步树上有每一个家人的位置 以及生成年月 玩家就能直观地了解 所探寻的每一个家族成员 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 游戏的玩法就像听故事一样 跟随爱迪通过窗户 密大等进入每一个家族成员的房间 来调查他们的死因和故事 由于家族成员去世后 房间被封存 所有的东西都得到了有效的保存 因此非常具有年代感 每一个成员的故事 则是游戏最精彩的地方 无论是叙事手法还是游戏模式 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 为了不给大家剧投的太多 我就选出两个 比较典型的家族成员故事 来告诉大家 这游戏的叙事设计有多么的用心 例如当爱迪进入巴巴拉的房间 我们可以通过爱迪的自白 了解她的这名家人 出生于1944年 由于天之聪慧 在当时是红极一世的童心 出现了不少电影 她的房间也充满了各种电影元素 不过有意思的是 你们看墙上的挂钟 是不是有点眼熟 和我之前给大家讲的 打压子的其游戏钟 那小男孩家钟也挂了同样的钟 这个钟名为Kate Kand Kloak 是美国一个第十悠久的 家喻户小的挂钟 现在网上还能买得到 不过价格不菲 巴巴拉的房间有一本金属漫画 我们能够通过这本漫画 来了解她发生了什么故事 以及她的死因 就这样 通过一个将平面漫画 转变为动态 还能让玩家人在漫画中插控角色 当麦克尔·麦尔斯的音乐响起 将气氛推向了高潮 中文字幕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n she saw what kind of monsters they were, and she realized what was about to happen She was going to be famous, and with her final breath, Barbara Finch gave the performance of her life I wasn't there myself, but I hear Barbara was magnificent Poor girl, she had a taste for stardom But unfortunately, so did her fans Of course, the police blamed it all on poor Rick, who disappeared the same night And little Walter? Hiding under his bed the whole time He took it all pretty hard, but that's another story As for Barbara, tucked inside the music box is all they ever found of her Her ear Now that's what I call a real ear-y tale 短短几分钟就讲述了一个一波三折的惊悚故事 让我们知道巴巴拉的死因后 便在主谱书上画上了他的画像和生成 如果你觉得这个设计还不是特别出彩 那我就给你看下一个 艾迪的一个哥哥发生的故事 他的这个哥哥有点精神问题 并安排在了鱼罐头场 具体工作内容就是在流水线上 等鱼来了 然后放入切割机 切掉鱼头 进入下一步工序 大家都知道这种工作肯定枯着乏味 拿着鱼 咔 然后扔到下一个流水线上 就这样一直重复 所以正常人 大家都在这种情况下 有时候会走神 而他的哥哥 再加上有点精神问题 便开始了宏伟的幻想 幻想至于是一个勇敢的冒险者 在寂静王国冒险 这时候的设计特别的赞 你需要右手控制鼠标 一直反复有麻木的 完成切鱼头的工作 而左手操作键盘 控制冒险者在寂静王国里探险 一开始只是简陋的 线条式走迷宫 接着随着他的哥哥 越来越走神 幻想越来越逼真 画面从2D开始转入3D俯视角 同时右手还一直在切鱼头 连我自己的控制鼠标 进入了麻木的机械化操作 甚至我自己都开始走神 而思绪则一直盯着 左边的冒险历程 随着冒险的深入 他的哥哥也和我们一样 已经开始完全进入幻想世界了 早就忘了自己 还在流水线上切鱼头的 这次的幻想画面 也完全进入了3D 连我自己都感觉 在玩一款新的游戏 但他也很高兴 因为他也很高兴 因为他也很高兴 最后一路冒险 他的哥哥已经完全入戏了 在万众瞩目下 等待着起因王国的国王或者王后的皇冠加冕 但加冕前到断头台 暗示了他最后的结局 就这样我们得知 这一个家族成员的故事和死因 再次记上了祖朴树 游戏的玩法就是这样 通过一个个房间探寻 每一个家族成员都有自己独特有趣的故事 你需要做的就是一步步把他们的故事和死因洞悉 然后记载到你的祖朴树上 最后调查出整个家族的故事 因为游戏的流程并不长 我也不想给大家透露的太多 我希望如果你看到这里感兴趣了 非常建议你体验下这款游戏 在一个临近的午后或者寂静的深夜 感谢这款游戏带给你奇妙的体验 像是看了一本精彩游戏的小说和电影 让人久久难以忘怀 当然嘛 如果你不是对这里游戏特别感兴趣 或者趋于很多原因无法体验 我也可以给你讲述游戏完整的剧情和结局 500年来在芬奇家族 凭借庞大的财产和不幸的诅咒 在挪威一直很有名 家族成员接连不幸死去 无疑善终 迫使奥丁芬奇在1937年 无奈连房子一起连根拔起 试图带领家人离开此地 逃离诅咒 不远万里来到大洋彼岸的美国 结果房子被海浪掀翻 奥丁芬奇不幸叙事 只有部分家族成员幸存 从这儿就能看出 他们的家族诅咒并非在哪个国家住 或者他们居住的建筑造成的 应该是姓氏诅咒 只要你的姓氏是芬奇 你就会被诅咒所笼罩 哪怕幸存的家族成员 在新地方重新建造家园 于姓家族家族后 被冠以芬奇的姓氏 就会接恋地死去 具体表现都是如死神来了一般 全是致命的意外 父亲带着艾迪去打猎 结果被垂死的猎物推下悬崖 哥哥放风筝 结果被海风吹翻的帐篷打死 小到甚至只有两岁的婴儿都难以幸免 最后艾迪的母亲带着他逃离了家 但依然难以逃离这悲惨的命运 直到游戏最后我们才知道 艾迪在游戏中不断叙述的自败 不是给玩家们听的 而是给他即将出生的孩子说的 他在怀孕后回到家里探寻了整个家族成员的故事 包括自己的 一一记载了下来 当孩子出生 艾迪也难产而死 所有性分歧的家族成员彻底消失在整个世界上 我们才突然发觉 其实整个游戏流程 不是艾迪调查了家族其他成员的死因故事 而是游戏开篇做穿的场景 是艾迪的儿子 有一天 他拿着母亲的笔记本回到家 来到母亲的墓前缅怀 开启了整个游戏的所有回忆 让我们唯一知道欣慰的是 他的孩子不幸分歧 彻底终结了这一数百年来的诅咒 感谢收看本期的游戏布置 喜欢的观众朋友们可以点赞关注 我是夏伊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